大概就是没有几行 不过没有几行 这也花了我非常多时间 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已经尽量把程式 尽量能够去掉的都去掉了 不能去掉一定要保留 一定要保留 同学有问到问题 大概就是ready stay 不等于试 等于试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OK的就是网页都帮你下载完毕了 OK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跳离了 所以这一段程式基本上就是让他 先check到底你的网页也没有全部下载OK 才能够做下一步 但是这边这一行我本来没加 但这一行不加 其实好像也OK 只是说我担心万一 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网路的环境 真的很难说 所以宁可就让他多等个两秒 有的时候如果你时间更多 甚至你这边多给五秒 为什么因为让他那个缓冲的时间多一点 比较避免掉就是说 可能因为网页一些奇怪的状况 而产生的抓取资料失败的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然后跟各位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其他应该就是用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 get an element by tech name 所以以后 你看到那个网页里面有哪个tech name 你可以把它抓 那里面的第几个 你就后面抓 他的tech name的第几个 他就帮你抓过来 然后就丢到这个物件里面 这个等于是先抓他的table 再抓从这个table里面抓他的列 再从这个列里面再抓去 再抓他的什么 他的储存格 然后再一个一个把他丢到这边来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们来抓那个水泥个股 我刚刚试一下 也OK了 其实还蛮容易的 我刚刚比想象中还简单 你如果拿我们刚刚这个来当范本 大概改了两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就改 大概就搞定了 三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程式 有没有 当范本 所以其实这个当范本还蛮好用的 以后 如果你要抓其他网路资料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改一下 这个地方 在那个名称 OK 雅富股市 OK 好 这样子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个网址修改一下 这个网址部分的话 这个水泥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 贴到这边来 好 那这边OKOKOK 这边没问题 table的话改成多少 是什么 8 对 第9个就是8 从0开始算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说找到9 你就输入9 那就错了 OK 然后 其他就完成了 好 来试一下 OK 这边的话呢 直接来弄一下 然后让他等一样 因为他ReadyState 然后再来就是等个2秒钟 再来就是把我们第8个的table 里面的tr里面的储存格 通通通我放在里面下来了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乱码呢 不是 但是 他少了上面的东西 th 有没有 所以其实 这个地方只要改第三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改1 改2 再来这边 有没有 他里面是td 所以如果他找不到td 那就帮我找th 所以三个地方改完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我知道是th 我刚刚讲过按右键 有没有 检查 OK 右键检查这个很重要 所以以后要把它学起来 以后如果你觉得其实我还有叫他拍上怎么去抓 你还可以更厉害一点 只是说按部就班 我们现在夫妻 未来真的很多东西往后上都可以全部自动化th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收折 所以你慢慢习惯收折 慢慢去熟悉后面的语言 那你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个还蛮可以亲近的 以后你要抓什么就可以抓什么 那所以你会发现又跨出去到网页的世界 所以变成说你VBA会之外 你可能还要会网页的东西 感觉真的永远学不完 不过他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有点挑战性 所以会觉得一直不断会提升自己 OK 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我也去考了一张Python的阵照 也花了十分钟就考过了 OK 不过他现在还没记到还没记来给我 那只是说th 接下来的话第三个OK 那怎么样去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去让他去找td 所以这一行是去找td的意思 所以底下的话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if if什么呢 找不到td怎么叙述 就是tds它的长度 它意思是说它里面有 如果有什么呢 等于0的意思 等于0的话就是说它里面是没有了 找不到td 那一列里面居然找不到td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处理 我们要做什么处理 然后enter两下 然后end if ok 那如果说我找不到的话 那我就去找什么 找不要找td 我要找th 所以很简单 那请你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下面 复制一下 改一下这个什么th 这样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吧 如果他去找td找不到的话 那我就用这个来判断 它里面0嘛 表示没有td 那不应该没有td的 所以呢 请你怎么样 去帮我找一下th 那这一行跟这一行一模一样 差别在后面东西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三个 就其实只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就搞定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因为我每次都要新增工作表很麻烦 干脆什么 在这个开头我多加一行 叫全部删除 里面东西先帮我删光光 最后打个sales 点什么 点clear就好了 sales就是说sales不加瓜糊 指的就是这边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就跟你按这个全选一样 好 点clear就清楚 ok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第一步 clear掉了 那后面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全部抓回来呢 好 好 大概等一下 因为这边 欸 你会发现吗 全部回来了 ok 那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水泥各股抓回来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野心比较大 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当日行情 里面的这些 里面的这些 全部抓回来的话 全部抓回来的话 先底下全部 不过野心现在不要这么大 先抓这一区块就好了 好 那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当然 你可以把这根复制起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也许开个新工作表 然后呢 把它贴上 选择性贴上好了 只有后面这个好了 ok 那我们当然现在这个区块 里面就是我要的名称 那其实你会发现哦 这个点击进去的话 基本上呢 他后面这一些参数 基本上 你如果要找比如说哪一个呢 假设我今天不要是水泥 我要是食品 其实有个方法 我后来发现 他这个后面 后面是c c等于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要加双以号还是 不要加双以号 这个可能再试一下 就是你直接怎么样 执行的时候 c其实值的就是哪一个类股 等于哪一个 我看一下 enter看看 食品 不行 他等于是一定要 不用加那个 等于是这样 等于后面 直接 放个食品 不过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直接在这个UI 这个网址上面 因为他这个食品 他会重新把它编 所以你enter之后 我记得好像这边 他进不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可能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就是后面这一串 假如说我印象中好像从这边串过去的话 end 如果说我今天是食品 他好像会成功 ok 你就是不是经过那个上面 重新编码过 你直接从这边丢 我试一下 印象中好像ok 如果ok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将来这边可以跑回圈 然后把那个名称一个一个喂给他 然后他就会一个一个帮我去抓 抓完之后看你要放不同的工作表 还是放同的工作表 其实都ok了 那其实就完成达成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试一下 最后ok 如果我要抓那个食品这个 看我把另外再开一个 执行 我印象中是应该ok的 试一下 诶 是不是食品 喂王喂权 喂权还在 ok 所以应该是没错 而且还蛮快的 那也就是说 这边又找到一个可以变化的地方 就是我的网址后面呢 只要串接一个字串 丢到这个后面 那就可以达到那个就是变换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贴一个这个 那我不是把他跑一个回圈 让他怎么样 一个一个帮我 for each 然后通通都把他 诶 跑完之后 那就会 假设到我希望自动增加一个 水泥 ok 好 请各位试一下 那 刚刚的重点 把重点为 一 把上面这个复制 贴到底下 我大概就改了几个地方 一 就是王子 ok 另外延伸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其实就只有这个地方 好 逻辑判断 如果他等于零 那就改th 其他都没改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范本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拿去抓别的网站的东西 它就会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如果说你还要再加一点什么 其他的东西 反正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就是要set 然后呢 拿一个物件名称自己取一个 等于 就是那个叫什么 document.getelement by tag name ok 那这个方法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即便是有些不能抓的网站 抓不到的网站 也可以透过这个文去做延伸 哈 雖然要做其他人 负易 这就是 什么 我 不